哭对 拉朽先上了 这个来了个倒序 整不会了 是 可以理解 因为我知道他个人赛了 但是 每次再代入到团队名字的时候 就会再想一想 来了 手图 杨宇是用到了原籍之星吗 这首用车是为何呢 就既没有拿出 是最强的一个赛车 但是又消耗了一定的这个赛车 这个应该是看了 我们SB赛去年的休觉 有一定的说法 但是是在赛车已经消耗完毕的情况 对 说法不多 这场比赛拿出来的话 基本上是拿不到分 就看能不能抢到这个选择场了 对 拉朽这边的起败是非常快的 那这边进阶过来以后 我觉得整体的优势还是比较大 对 因为两辆发的以后 其实也是相助了 零业务的阻力 而且没有踏的进车 前面拉朽 偷飘了一下 是 快速点的慢了一点 这个快速也稍微脱了一点 有点固扯 实在拉朽没弹出来 有点跟上 一弹 第二弹就会打了一下 拉朽的这个路线有点突压 而且柳叶这边也很极限 他直接借着前面球跳台 才有个动作 但这边没有弹出来 对 L7也上来了 对 这边不小追得很快啊 是 柳叶这边压力有点大 这哈雷特面对到后边勒青的后追 和对抗也是有点压力的 是 你看只有两个弯道 然后拉朽这边不上墙不脱飘 那就不大了 柳叶这边一个球稳 踏到了第二名 但是不小觉得在后半段出现的 这个失误还是挺大的 但既然来到这个第二名的话 这整体的影响就不是特别多了 对 我们看到前面的哈雷特 可能他在面对L7的时候 压力有点大 但是其实L7是更容易 对前面的哈雷特就挡住了 对 在对抗方面上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去反超 感觉前天的比赛对于副手确实 有点打击 昨天 昨天 对 昨天 但是他的用车确实是 让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在有那么大的一辆 在一些优势的情况下 选择去打大车 虽然说打到最后一轮 3比3的时候 结局还是一样 你们的选择权在对方 但是我觉得有优势 要尽早地打出来 然后把这个选择权给握在手中 这边 拉手先拿一分 下一张地图是刘烨来选 看一下 这个选择 尽可能地去选择 一张 看其他赛客的一张赛道 不要想着去针对拉手 而且现在是比较早的时候 才刚刚第一张选择 没有那么多赛车可以去针对 拉手或扶手还做一点 对 大家给他们想一个组合面 我们其实前两天已经想过了 我想出来一个四个字的 不方便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就是不太好 对 不太好 这方面啊 嗯 就是不是不能听的那种 哎呦 我还能说出不能听的话呀 大不好说 对 就是就是不太好听 能挺不好听 只是不好听而已 越说大家越好奇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奇奇怪怪 对 铁地加年华 哎呦这张不过 用车用的比较五花八股 但孙悟空肯定是最有优势的 但得看杨宇这边能不能稳住 这两手用车一个是极为的正常 一个极为的保守 对 对一个是保守到不可置信的元旗 对 就是 不太清楚他太想着嘛 那柳叶这一手编货其实 也在A车的皇宿宝石桌嘛 看这边有谁啊 这这种简直真的是给拉球转不贵的 我们的这边 WW出外步度 断练单机游重来 这边在弹 就看前面的两个弯道 尤其是下面一个弯道 弹是比较容易说的 这个是有地形 啊在这边杨宇的这个路线没有控制啊 真的 那这种下坡的地形卡位 还不如说是这样新加坡那种上去 对 下坡的话 整体的这个速度其实不太有空 所以你的手感还是会有点差异的 对 柳叶这张图是真的溜啊 而且不用到冰破 就跑法来说的话 肯定也会更加简单一些啊 是 而且相当于和其他选手之间 产生了一个交叉用车 这样的话又没有人跟他去竞争 然后他这一局呢 还是能够通过这辆车再拿一分 是 你倘若说用在气垫之中 或者吃了红叶的话 几辆冰破挤在一起 谁拿出来还真不好说 下面一个弯道会追求完 美再通过来 弯卖道 最后完成中间 变破 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柳叶的这种选择 确实是对自身也有足够的了解 这个战术我觉得应该是 打到目前中海赛 真正打出来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战术 对 这个战术并不是说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 做换车 他这个换车换的是 就是很有自己想法 雪地加剑华一方面是我们这届公开赛的新途 是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也感觉到了 虽然说这张图登场率不低 但是大家跑的好像都一般 主要是他的用车 我觉得不能跟我们联赛会太过相投 对 因为联赛的话 其实我们整体的赛程会拉得更长一点 所以大家在用车上面会更为谨慎一些 但是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混战阶段 那肯定是自己的这个得分为优先点了吧 对 下一局不求选择 不求非选择打出自己的哈维克 不求 但这一手幻金龙一直选出来 呃 虽然说感觉在目前中海赛上面的这个发布 算是不大 这一股从前两张选择看下来就觉得不会短 嗯 因为赛车的话 其实大家用来是比较多的 对 而且都各不相同 这两天我没总结了一下 呃 对于 初登赛场的选手来说 你不能没有想法 你也不能太有想法 不能想太多 对 太有想法 就比如说像杨宇的第一局用车 这个想法 呃 可能他就陷入了自己的一个循环 这个原级我确实是没有太理解到 哎 还是选择先打途车赛道 这种哈雷特不着急 我就怕他一直不急 嗯 哈雷特 能跑的图 多 多的 这个是他不担心的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话就是 他在阵子如果要拿出一个差不多的车 抢一个第二 他要选择拳 应该不会特别困难 拉球起步不再顺利了 这个弹射很厉害 之前反超的柳叶 但这局做同车后半端的路线可能是考虑大家一个难点 对杨宇落地稍微慢了一点被不久反超 在端工下来以后杨宇和不久上对抗 对 看一下这波对抗对于杨宇选手来说 谁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杨宇想要放不久没碰着 他出弹的时候还是会有点锁开的 所以整体的这个路线阻止特别好 杨宇的细节可以啊 但是路线上面的话其实会比较肥一些 对 对 对 而且CW打秒点速度慢了很多 这边断空下来速度不太够 而且没不久的话这个路线也有点摇摆 但杨宇其实随理仰波速度本时都有点大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明显的拉开 对 杨宇的话还是得看后半段的稳定性 点票上墙 给到一个大的机会 但杨宇这边没空住 直接拖票拖上墙了 这个速度损失非常的大 是 这里延续的氮气延续 看一下杨宇能不能稳定第二 不准备这个第一次稳 对 杨宇的话其实在看完这次 你都会发现他每一次都是在 每一张地图的后半段会出现持稳 所以稳定性来说的话 我们要差一点 是 后面三个都很近 所以速度上来说还是杨宇要快一些 拿到了第二名又下张自己选择人 而这张地图其实也看到了前半段拉朽的一个表现 拉朽的话其实在一些断空的这种控车上面是完全不太控不住的 它的整体图像会比较黑的 地图理解还是有差异的 那杨宇这一首拿到选择拳 他也可以打哈雷特呀 对 那如果他选择一张哈雷特的图 不准备不跟 真的转啊 那我觉得要跟 要跟 拿别人的选择拳选自己的赛道 比戏品 但是哈雷特选出来的话 也就相当于杨宇还会在哪里选择拳选择拳 他选择什么赛道吧 如果要选霍比特这样的 另外两个真的不是说没可能直接上一样机架 选择拳以后 就前三天的比赛来看 但凡是有像霍比特这样的赛事差异打出来之后 那其实大家在选择上面要么求助要么温度 那其实准体差异的话 有奥运达这样的带车去硬盾的话 就起步 会有点远迟到后半段 才要不接住 1110 我现在场上唯一没有得分的杨宇是拿到自己的选择拳 这周选择拳很重要 其实拉朽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是公开赛和车队赛的一个老朋友的 其实在傅伟洋的那一届 我们对他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因为在当时幸荣王的比赛当中 他跟此间两个人的竞争是非常的胶着的 而且两位选手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对 拉朽呢就是之前的风 他主打就是一个实战 选了失落一季 那这张图不朽 包跟的呀 对 拉朽和柳叶也直接上到了R7 R7这辆车 硬不算是拿出来以后只是过渡的 其实这辆车去争抢一个第二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 像柳叶的话是带到了进去的一层 这支杨宇比赛广乎很快 这支杨宇比赛广乎很快 我觉得像杨宇这样的比赛广乎哥哥 能够在这种实际选择这张赛道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拿本机率也是很高的 起步就是要有很大的 对 不守这把内地能得上所愿抢到这一步 对 杨宇的话就主要是担心他的稳定性 但是现在不用担心啊 主要是后边嘛 对 第二台在说前面看他操作 尼轩能够先稍微稳一点 看这边转向路线 这里都不在怕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也没有对抗 对整体来说没有威胁 看前面瞳瞳 下来以后快速调整方向 而且不朽的很难追 追不上 不朽的话 其实后面几个路线还是有瑕疵的 而且这边可能有点大 对一个突飘应该有点大 对 现在节奏起来了以后 可以瞬间的拉近一些距离 能调过来 这细节还是好 还是得看后半段 这段路的话南店不多 南店尤其是对于杨宇来说 要来了 就这个 暖气延续下来以后 那个段空我感觉 杨宇若是能挺过这一关的话 那这 应该这场比赛还是有多吧 看一下这边 这个来了 这个点 能不能顺利通过 有段空 顺利通过了 没问题 完美可以恭喜杨宇也拿下了自己的手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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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局 这是这三天的比赛当中最为胶弱的一次 呃 那现在就是第一层铺满了 是啊 大家又一开始 从 自换 嗯 霍宇对于这样地图的一个整体细节理解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什么 因为在后追的过程当中那些弯道的图案 其实过得还是比较稳的 我没有说去承试 对 但是他在拉近距离起节奏 就是失误完以后那个点 他那段的节奏又是很爆炸的 对 就前期的那个难点几连弹射 感觉他的路线都很好 对 但是来到后半段 反而是发现他的这个节奏更慢了 下一张图扶久来选 是 良然这一局都是跑了一个1分39秒的时间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扶久这位选手 他的用车习惯 包括说绝活赛道 真的在俱乐部待了半年以后 有一些变化 之前他也是绝国歌呀 但现在可能适应联赛的节奏 联赛的习惯 联赛的地图值 所以说他现在打多少 更多你有没有发现 全是同车赛道 对 但是同车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弊端 得保有自己的特色 嗯 因为现在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表现 会有一点皮 确实 就是我觉得倒不如说 像我们可能 平时见得比较多的绝活 他会在某一些点 会带来一些特别亮眼的操作 对 但现在不朽整体来看 每张图好像都还行 但是又不够优秀 这样的状态确实还比较危险 是吧 天空学梦 真的就是太熟了 对 单看这个选图 大家都会想到说 职业哥比较高手 就打A车的比较高手 对 但你看分好像又没有多高 这样的话 对于他自己来说 压力也会有点大了 而且确实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把护手 当作一个职业的选手 对 对 选手来看待 所以对他的标准和要求 都要高很多 对 起步被卡 柳叶这边断得太黑了 对 比较靠外 但是也避免一波对抗 是 但杨蚁飘倒了 刚好通过这波放慢 把柳叶的位置卡了一下 是 现在拉手的顶线位置很舒服 你看这个ETU 哎 有点太靠左了 而且没有调整的这个移地 就跳起来 是 是 拉手的这局的冷静优势 他就很大的 是 而柳叶这边又不是极限速度 哦呦 这个出弯路先歪了 但是要挡到后边的车吗 没有 没有 好在说过山车的时候 柳叶过得是非常的慢 反而把不朽和杨蚁都让了过去 拉手这边拉了一个很长长的飘移 是 哎 顺客能够过地 现在看第二圈的一缩收放点 只要拉手这边不出问题的话 要够跌 后边就没有难点了 拉手的这张图路线 这个滑温都很好 就是刚好稳定的一个路线 对 也不说他有多极限 但是很稳 对 而且后面淡琴节奏也稍微求我了一些 这边WCWW根本不带药的 因为这个领先距离 足以帮助他拿到第二分 恭喜拉手 不朽再次拿到第二名 是 但是好像不朽 不打个杠 谁怎么见他选 后手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析 就是在每一局的起步 好像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优势 就包括在用到哈利特 两辆哈利特起步的情况下 也没有太多的优势 是 而他在后追过程当中 想要去后追另一名 去第三名和第二名的时候 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对 甚至说过不去 而且大家其实跑投的结构 会比较不同 有的选手他的出弯会很慢 会因为导致你的出弯 会被卡里整个动作 能长到 1分16秒6 这个程序不朽一看 肯定说这个程序不大写 但是你真实战碰起来的话 自己也未必打得过 不朽给我的感觉还是他的 即时可能会比实战要更强一点 嗯 要强很多 对 他之前即使在WDGM 相较于天使空逆星来说 也不会说差一个档 对 这样的话差距基本上也都能够在 0.5到 甚至我觉得都没有赢 他的即使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点 嗯 包括在第一天我们即使在上都展现出来的 整体跑的成绩都不慢 对 看下一局不朽 再进行地图的选择 没错 打一手去神红叶 这个时候往上就是能打一个是一个 少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少一个 而且这张图本来不朽跑的也不错 但起步会比较担心吧 看这一次能不能出来 起步是最右的 其实那一道 还是没有出来 我觉得大家 在实战过程当中 这几个竞争当中最不愿意碰到的 其实是拉朽 你看他刚才的跑法 根本就不是常队的跑法 他就是去防击手 对 但是不朽 卡回去了 对 他想要钻内线 但是刚好被拉朽给外卡内了 没错 这一波外卡内 直接甩掉了一位竞争对手 哎 杨宇的这个点 跟刚才一样 跟刚才一样 是的 他的这个出弹节奏确实很慢啊 这样一来拉朽整体的车速 在刚才那一段 已经是遭到比较大的影响 但我觉得还能追 有机会的 现在那一波调整 并没有把 不朽还能追 拉朽完全给挡完 对 哎 这一波内线 杨宇跟他飘那么肥 很肥 这重新开单气能开出来吗 开不了直接 但前续 不朽直接通过一波路线 来到第一名 拉朽这边路线飘得有点肥 最后一个ECO的是不不朽混了 杨宇相当于是 帮扑手做了一波卡位 对 因为他的那一波冲撞 是对拉朽来说 是比较致命的 直接把他车身往后拖了一大段 这个如果要是2V的话 那就相当于 灵跑位跟辅助位 对 辅助位在前面的时候 拼命地喊 灵跑位你快上来 我把你卡着呢 但一切得从拉朽的那个ECO释放 没点到我手机 对 但也不会给到不朽机会 在ECO之前 73个人基本上距离就已经相当近了 后面这场大战不可避免 但名次肯定会有变化 大时候最有力的位置 一定是不朽的位置 还是拉朽的位置 拉朽的位置 拉朽的位置 但是有可能 杨宇要动手的 就是不朽 一分一 就要五九 杨宇这名选手的特点在于 他的起步很快 但是他的节奏 做弯的节奏很慢 对 有业啊 看了其他三位听过的完成时间 暗自感叹 哇 这个真惊大 差距基本上也很小 就完全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办法呀 哈迪斯啊 想去关个站可能有点困难 是 关上不了 现在是二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一 已经六九了 一甲的话 是杨宇多用了一辆孙悟空 要不要针对一下 呃 现在拥有大部分领先的情况下 我觉得酷熊和马修 但我是觉得 肯定想着去针对对方 对 但是我觉得是不能放杨宇出去的 他出去的话 谁第二谁难受 不要跟车 Centers 余愿了 Ahmed 人冒 你们可以帮 Перied 一定 prior 什么 谢谢 特别 太夫 晓晓尔 这前面起步直接触发快很多的 这些龙身的话主要还是稳定 对 这种触发 这个摔远快速 哎呦不守这个路线有点危险了 拉住这条路线都可以啊 有点像外坦那支硬抵 再钻一波那一刀 那自己路线有点损失 两个人的出完路线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一波拉手直接跌死了 杨宇上来了 这一波拉手可以的 杨宇想要后队路线 难度有点大 看一下三连弹秀吧 除非说这张图也是杨宇 像刚刚说的一句那样绝活赛道 我感觉杨宇的三连弹的路线 会比路线要好一点 对 杨宇爆发性是可以的 是 我们一直都说的是它的稳定性 它的路线其实都还好 但有的时候可能是赛车控不住 所以会导致 这边不朽两侧了 它的这个路线都是完全是 从外然后绕进来 外绕内的一个路线 对 杨宇的调整就是很僵硬 它可能直线点一个刹车 这个刹车的速度都会减20 30这样 就一定要见到它能控住为止 对 比如前面这块 我觉得就要点刹车了 请点一下 好 它调整会比较多 对 哎 会流畅磕了一个小分 对 弹出来 那这把拿到第二还是没有问题的 步骤已经来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第三分到手 恭喜不行 对 杨宇还有车 嗯 杨宇没有游戏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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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多用了一样 对不起 他不只用了远机 他用了速度 哦 嗯 哦 哦 那个 雪姬家里马 对 他这是不用的两手机甲 所以他现在 没有极甲吗 没有极甲 极甲 哦对对 只剩一辆墨影青龙 对 但龙甲大家都有 是 要么选A车的图 要么就得打墨影青龙了 这个赛车方面有点劣势 所以前两手的这个 用车确实有点 让人摸比较平衡 柳葉开局发力 那一局雪莉 嘉年华 济精四座 从此笑容匿迹 不问世事 老乡族感觉大家都能跑 都不想放 但每次跑出来的话 中间那些地服 包括路线有点难以去找 一路向前可以打F队 但这种一路向前 不准开心 不是王图是吗 一方面王图 另一方面就是 这张图应该是越有 加入联赛以后 联赛穿着非常非常热门的 一张赛道 没有人不会玩 拉手就感觉每个弯道 都想象力上的对抗 这就是实战选手 对 就像刚才上一个 第一个弯道的时候 他的那个飘跃路线 就想先去用车身 卡一下不朽 对 但一旦碰不到的话 他可能就容易贴死 不朽这个危险 掉了 已经掉了 他刚才那个路线 就速度上没觉得被控制的 扭翘来了 脱飘 是 自动对抗的也怕被对抗 这把不朽没把握出机会了 反而拉手这边也有机会 去拿下第三分 刚说完已经时间反超 为什么不下呢 前面那个弹射的速度感觉不太对 就直线上拉近了 这样扩战车的速度也不对 但这边弹射的速度感觉不太对 目前很好啊 呃 对 但最后一个选择一个进阶嘛 嗯 这样逃不了 最后恭喜拉朽也来到了自己的第三分 第三三一一八九 柳叶的那个弯道就是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觉得都会去 尽量的弹一个进阶路线 试试 然后在最后一个弯道去抗位的 对 没想到在那个点上选择一手保守 那下一张图柳叶来选 不朽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去追求自己的极限性 我觉得柳叶来选择的话 他选的赛道 应该也会非常有自信 也能发挥 就像他现在应该是第二选 第一次选择手 拿到第二 对 然后选了又选了一家就好 嗯 柳叶的话是感觉他的那手赛车被针对的很早 嗯 但是杨宇的两手赛车至今未被针对 对中间的话你就感觉到可能柳叶销声匿界了一段时间 对 但柳叶的位置也比较尴尬 他现在只能想着自己怎么去抢分 看柳叶的选择 按照刚才选择的雪莉加电话 下一张图获得是 刘畅之雪莲 在用什么车呢 要么幻境龙影 嗯 要么幻境龙影 幻境龙影应该是有一个人没有的 嗯 啊 打了 打了孙悟空 然后杨宇这边用上了木鱼青龙吗 他特别怕比赛结束了车没用掉 用的有点太早了 就现在是用到自己唯一一量机甲 哦 好 招呼 张招 好 高地吗 卡了个 加的 全一样 对 啊 对 对 自己弹 又也被挡了 看这张图 勇甲快不快就不知道 有拉朽这个快速 把自己送上场 而且柳越之不对抗 上来之后自己的路线 也得小心 是 现在战场 已经完全交给了 副球和拉朽两名选手 这是我们本场比赛的 两对赛典的选手 CCO一秒 副球这个放得有点慢 这个距离不太好注意的 所以不久在前面 但是不久上一个断空下来的路线 太靠右了 而且弹射没出 在一个断空 路线一直不好 油喷做WCWW 后面有对抗的机会 拉朽再往左转一下 下面一个弯道 还能够去内顶 端内道 只是他最后的一个弯道了 看看这边 拉朽的这个路线来说的话 内线再爬过来 被挡了一下 还是不久完成出现 可以恭喜不久 4311拿下了 本组比赛的小组第一 我倒觉得最后一个弯 拉朽倒不如去找自己的路线 我觉得拉朽的选择没错 但我感觉卡不到 他卡那一下 其实有机会挡到 但是有机会卡到 但是他被挡到了反而 对 而且两个人的路线 其实一左一右 然后会拉朽的路线好一点 拉朽的路线 是拉朽的路线好 不朽的话 其实是从外面绕回来的 对 他提前出弯 提前提速 他做了一手防卡 但是没想到这手防卡 变成了反卡 我是因为觉得 拉朽的路线好 所以他最后就是 倒不如自己找一个路线好一点 然后快速出弯 然后去 寻求最后的这个速度 这一手属于意外收获了 恭喜顾朽 换服再拿第一 下半岁的阵图 确实是会更为交组 是的 本场比赛结束 4311 卡的九局比赛 还是非常刺激的 尤其是布朽和拉朽之间的对决 不管是从车队级位上 还是本场比赛的抢分上 是 都以拼尽全力 拉朽比赛 他自己的状态 就变得越来越好 包括这场比赛 虽然拿了个小组第二 主要第一 但不代表你打得不好 包括最后的一手选择 其实又见仁见智 梁老师觉得 可能自己去抓路线 提前出弯 自己还有机会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实战选手的本能法 你如果说我的话 我也会去卡着 对 一定会去卡着 就是刚才其实也在和这些选手聊天 有些选手可能说 比赛紧张 记得谁说的话 但我其实给到他们一个建议 你场下怎么练呢 你场上去怎么跑 你场下是极限的练呢 你场上就不要想着 这个极限跑碗 是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很少有选手能做到 哪种 是能够做到就是不要去想太多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可能场上他们在面临到各种各样的对手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去做一些这种战术的军队 确实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吃费吃多乐就好 当然场下如果变一个球稳的跑法 如果你至少一直稳着跑 那你场上的时候 哪怕说后面跟着很紧 你也别想着极限 因为你极限根本就没有刻入到你的肌肉计里面 根本话句话说就不会 可能做不出来这样的操作 你场下都做不出来 然后你上场 你想要辅多一个1%的概率 确实有可能 就比如说刚才兴奋游乐园 刚才也有绝合作 是吧 应该苦白 那两次的这个第二个关车 下车的这个路线 真的是让人惊讶 对 但是地组的比赛 确实还剩最后一场了 对 看一下最后的机械台面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场面的 新南北报